好,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 繼續和大家講到接下來7月7日 星期三跑馬地賽馬日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就叫做出賠率後必買之選 看看出賠率後有哪隻馬是抵買是抵博的 就來到買了 這次我們會買到的場合就是這場的第七場 這場第七場就是我們的三班草地A難 1200米的賽事 這次我們會選擇的就是一位爛滿騎士 這位騎士不是每個人都喜歡買的 很多人看到他就飛了他 那哪一位騎士有這個威力 令到別人看到他就飛了他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這次我們會買到的騎士就是陳家禧 這次我們會買到的馬匹就是這隻4號的紅酒之寶 這次我們突然之間買陳家禧的馬 當然是有我們的原因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不想買陳家禧的話 基本上看到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關掉這條片 因為如果大家真的不喜歡陳家禧的話 我也不想大家浪費時間來聽我解釋為什麼會買他 但是我們其實都不是經常買陳家禧的 之前都說過 其實我們都知道陳家禧 就算他騎很多實力馬 他也是能夠騎輸的 所以其實這次買得他 肯定是有我們的原因 到底為什麼這次我們會買這隻紅酒之寶 第一個原因 當然是因為他的賠率吸引 這隻紅酒之寶這次的賠率真的相當吸引 這隻馬 讀贏有13倍 位置更加是有3.5倍 不單是讀贏好分 位置都已經很好分 位置簡直可以是Pay當Window 這隻馬 除了賠率吸引之外 其實我認為這隻紅酒之寶 也是一隻相當有實力的馬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一起看看這隻紅酒之寶的賽職 這隻紅酒之寶 其實在今季跑了6次 在這6次入面 跑了4次跑馬地草地 兩次沙田草地 路程方面 這隻馬跑來跑去都1200 都是從來沒有變過的 至於成績方面 這隻馬都曾經在跑馬地 1200三斑賽時贏過的 而接下來這一場 都是跑回跑馬地草地 1200三斑 所以我認為 其實接下來這一場 都是適合這隻紅酒之寶來跑的 但是其實這隻馬最近的兩場 成績就突然之間好像退步了 之前明明跑第一 但是跑多兩場之後 又跑第六又跑包尾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我認為大家可以一起去看看 最近這隻紅酒之寶怎樣跑 先看完呢 就已經可以解釋了 為什麼這隻紅酒之寶 突然之間跑得那麼差 我跟你說 接下來這一場 我相信這隻馬 不會再跑得那麼差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首先看看 它到底上場怎樣跑 先吧 一起去片看看吧 好了 一開閘了 我們一起去拍一拍 到底哪隻馬 是這隻紅酒之寶 紅酒之寶就是這裏的這隻 白色衣服 紅色帽 用紅色墊咀已經指著它了 大家一起看看這隻紅酒之寶 上場怎樣跑 三生好運第三位 外面紅酒之寶紅帽 再見到中檔位置的馬匹 還有上進之星的粉紅帽 在外面 內蘭第六位 青森星的黃衫 第七位紅眼罩紅衫 那一匹還有這隻才俊 後面五隻 連連旺 尾四木火同名 在後面三隻 紅運泰斗威俊區 暫時電口 醒目湧區 去到對面直路尾 前面放頭的馬 見到這隻 怡春輝王 放倒出來 第二位 有紅酒之寶 外面就是這隻 上進之星 內蘭第四飛霸龍 第五三生好運 兜出去第六位 紅衫紅眼罩 就有才俊 等著入面 黃衫還有青森星 連連旺 也都拿出去 最出紫色衫那匹 好了 正最後直路了 怡春輝王拋離了 一個新衛進來 第二位有飛霸龍 最出那邊 有連連旺 正在上 紅眼罩 還有才俊 在裡面還有青森星 最後一百米 怡春輝王佔先 內蘭上來有飛霸龍 外面追著 還有才俊 大外當是連連旺 接近終點 飛霸龍先出來 都很有機會贏出 尾場賽事 跑第二名 是連連旺 才俊 就是第三 第四名 臨門有點力弱 怡春輝王 也可能有點受阻 結果這隻飛霸龍 這場賽事 來到尾場 打開勝利之門 外面追上來 連連旺 都是跑第二 才俊 就跑第三 第四名 怡春輝王 好啦 整場賽事已經看完了 大家能否發現到 紅酒之寶 在上場出現了什麼問題 這隻紅酒之寶 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上場搶不到 這隻馬 上場排著外檔 排著狗檔 導致了 他出閘的時候 不夠人家快 前面 已經一大堆馬 搶了出來 所以 他就搶不到 搞到 要留在一個 比較後一點點的位置 留住在 二、三位 跑 這隻馬 在二、三位 跑 會對他造成什麼影響呢 留住在二、三位 跑 對這隻馬的影響 就是導致輸 這隻馬 放在二、三位 跑 就是不行 跟你說 為什麼呢 因為這隻馬 必須要擺前走才行 大家看看這隻紅酒之寶 這隻紅酒之寶 贏馬的時候 他都是一一一來走的 而其他場合 其他場合 當這隻馬 不是擺頭走的時候 他就輸了 有時候的馬就是這樣 擺不到頭走 就會導致輸 正如 那隻超斑馬 蔡若翰那隻超斑馬 神之水敵一模一樣 神之水敵這隻馬 就是要自己放頭才跑得出 如果跟別人跑 那就是跑不了 這隻紅酒之寶 都是一模一樣 所以這隻紅酒之寶 最近那兩場之所以輸 是因為他排著劣蕩 搶不到 搞到這隻馬要留在一個二、三位位置來跑 搞到就輸了 而接下來的這一場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這隻紅酒之寶來買 第一件事 就是因為看到這隻紅酒之寶 接下來這場排著的二檔 排著的二檔 對於這隻馬就很大好處了 不需要像上次那樣 排著的外檔 搞到搶不到 排得二檔 基本上你出閘正常 彈出來 你貼著的籃已經順著去了 基本上肯定是放到出來的 還要 接下來的這一場 放陳佳禧上去 放得陳佳禧這些建杂身 減七磅的建杂身 基本上你放頭的馬就很好跑的 我相信陳佳禧 肯定搶到了 這些放頭馬 沒理由不懂騎了 還要 接下來這一場 基本上沒有快馬的 你可以看到 1至12號 哪隻馬是快的 只有紅酒之寶 是快的 第二快的 都要去到 怡春輝煌 但是這隻怡春輝煌 今次九檔 九檔都已經很難搶出來 所以這隻紅酒之寶 基本上 你一定是搶得比怡春輝煌的 所以 接下來這一場 可以單騎領放 是不是 基本上 我相信這隻紅酒之寶 能夠單騎領放的話 他就一放到底了 這一隻馬 接下來這一場就是贏的了 我覺得 這一隻馬 這些要擺頭走的馬 配陳佳禧 就適合了 其實真的是絕配的 還要擺頭走 其實沒什麼技巧的 是不是 所以我相信 陳佳禧應該應付得到的了 還要看得到 這隻紅酒之寶 接下來這一場有賠率 14倍 獨贏 3.7倍 位置 我覺得其實都沒有理由不買的了 是搶這些冷碼的了 沒有理由等到 陳佳禧做熱門的時候才買的嘛 是不是 他有賠率的時候 這些就值得買了 我覺得值得一試了 至少有賠率給你搶一搶吧 不會是說買著陳佳禧的熱門了 所以 接下來的這一場 我就想選擇這隻 4號的紅酒之寶 來買回來的 說完這一場馬 我們買哪隻馬之後 來講我們的投注策略了 到底這次我們怎樣投注這隻 紅酒之寶呢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 這一隻紅酒之寶 接下來的這一場 基本上很大機會是贏的 其實我只想買他1WIN就算數了 但是 始終騎士都是陳佳禧啦 所以 如果大家想保險一點的話 當然是說買買他PACE 1WIN 3P來買這隻馬 如果大家和我們同路的話 不妨試一試這隻馬 在接下來的這個賽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贏錢的 我在這裡祝大家贏多一點 這條片就到這裡 大家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